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人的灵长类之外 猪在身体跟解剖方面 应该是非常接近我们人 那它这个整个世代间级很短 你可能很快就可以把一头猪 能够从小养大 拿到我们可以做器官椅子 所以猪就变成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候选的一个动物 为了能够让猪的器官 和人体需求更加吻合 科学家开始进行 株枝拟人化的实验 首先从人体取出有效基因 再打进株枝的受精卵 培育出带有人体基因的株枝 再来还要解决一种之间的 排斥反应问题 科学界目前积极培育出 带有抗排斥因素的基因转植株 并同其他抗排斥遗传因素 期待能够提高一种器官移植的效果 它排斥的作用非常严重 也非常复杂 一种移植牵涉层面复杂 目前科学界利用体外移植 建立出以人血灌流猪肾的实验模式 首先将猪的肾脏取出 放置在摄氏36度 且依循环模拟人体的仪器当中 接受新鲜的人血灌流 当中仔细记录相关数值 观察是否有排斥反应 近来的实验成功率颇高 猪的肾脏并没有衰竭 也没有排斥现象 证明基因株的肾脏 可以在人血中正常运作 基因转持的技术不断精进 株质的应用也有了更全面的发展 未来除了要突破器官移植的 技术与风险 有朝一日人面株心若是能够成真 届时要考虑的 恐怕还有更多的社会伦理 以及道德考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任 中文字幕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